那么此外文在寅还再次表达了和朝鲜对话的意愿 那么您认为一旦韩国的对朝政策出现松动 半岛局势能在多大程度上出现转环呢 他如果就是在就任总统之后是非常有希望和朝鲜在和解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但是我们也知道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目前朝韩关系比以往更为恶劣 那么在韩国国内对于朝鲜发展核武器不满的这样一个声音也越来越强烈 那么这些可能就会自约这个文在寅去和朝鲜这样一个示范善意的政策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姿态抛出这些橄榄是重要的 但是国内政治的生态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限制